超高清 无缓冲 更专业 集市传媒 云电视 大奔夜班司机 玉骑士 像普通人打车是怎么打车呢 应该这样 一个娃娃引起惊天大误会 别说话 你先别叫我老公 这娃娃这事没弄明白之前 我不一定是你老公 林里为何大打出手 你看这会啥就完了 我打手来 家庭欢乐秀特别节目 欢乐东北风 精彩来袭 马上开始 欢乐东北风 欢乐全都不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话题类喜剧节目 欢乐东北风 我是主持人秉慧 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以脱口秀加小品的形式 给您带来双倍的欢笑和感动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误会 说到这儿我就突然讲起来 刚刚大笨哥拉着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 小伙子长得挺帅 但是想要赶上我还得再努力努力 我觉得 大笨哥大笨哥要么就是对帅这个词有误会 要么就是他对他自己的长相有误会 那他在生活当中还经历了哪些误会的事呢 好的 我们的演员就为大幕将起 好戏正式开始 这里是家庭欢乐秀特别节目 欢乐东北风的录制现场 有请喜剧演员崔大笨 闪亮登场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欢乐东北风 我是喜剧演员崔大笨 谢谢大家 刚才舞蹈队老师跳得好不好 好 为什么跳得那么好呢 因为是职业的舞蹈演员嘛 虽然我是一个非专业的舞蹈演员 但是我对舞蹈啊也有我的了解 我当年创造了一个自己的舞蹈 大家感觉一下啊 这舞蹈将引领喜剧的舞台 干啥呢 我以为你出电了呢 这个理由有些坚强吗 啊 下电 真以为你出电了啊 继续来节舞蹈啊 拜拜 走 咋的啊 凯哥 你也以为我出电了吗 你踹我啊呀 我不是以为你出电了 我是来跟你一起跳舞的啊 我呀 不好意思了 我误会了啊 误会了 你回去吧 误会了 我误会了 从你去一天 回去吧 哎 待会儿 干嘛呢 我说你脸上有个大笔饭粒 误会 误会 那么好 今天聊聊今天的主题 误会 说实话 提到这个误会啊 我太有资格讲这个话题了 比如说 我在网上查了一条 现在什么最挣钱 说猫啊狗啊 很挣钱 我说那行 那我就买一条狗 我说没有钱呢 我上银行取钱吧 我说保安 取钱 保安说 按号 我说好 天王盖地虎 宝塔 镇和腰 说哥们 我说按这个号 我说 等了十分钟 动语到我了 我说姑娘 取二百块钱 那姑娘说 没有 我说一百块钱 没有 我说咋的啊 一百块钱 你这银行要黄啊 一百块钱都没有 那姑娘说 哥们 我说你卡里没有 我说 那我卡里有多少啊 四十九 我这么得 我存一块 取五十 我这人比较将 必须取个整 后来啊 我取了这五十块钱呢 买了一条藏袄 哎呀 这藏袄这个厉害呀 五十块钱 你想想那藏袄 得多厉害呀 什么什么啊呀 五十块钱 你买个藏袄 上哪儿买去 你买的精疤吧 啥玩精疤 藏袄 是不是藏袄 你听声音 你就能听出来呀 推上这低沉高炕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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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行了 这不还是精疤吗 对还精疤 我告诉你 你这是精疤 你顶多也是个串 我说是藏袄 什么精疤 这是精疤藏 你别看我这个品种 不达纯 但是这狗啊 厉害呀 咬遍天下无敌手 我给我狗还起个名字 叫什么 黑嘴鹿狗王 那假我牵着我这个狗王 在黑嘴鹿走的时候 那是相当的拉风 正在我走的时候 哎呦 我发现旁边有个老爷子 这老头大概也就五十多岁吧 在那抽烟呢 旁边也怕跳狗 这狗但是不大 黄色的狗 掉毛了 我这一看我就招呼老头 我说老头啊 你看你那狗带着也没事 跟我这狗王让他俩出来过两招 那大爷说 孩子 我这狗啊 不打压 我说大爷 你把你的狗放出来 我把我这狗王放出来 让他俩过两招行不行 孩子 我这狗真不打架 大爷 我这狗把你这狗咬伤了 我给你五百块钱 你这狗把我这狗咬伤了 我一毛钱不要 当时大爷就急了 来吧 我看你这么多厉害 把他那黄狗放出来了 我把我那狗王放出来 没到两个回合 我那狗王败了 当时我就不理解 我说大爷 凭什么呀 我这狗咬了七十多长 狗王啊 咱两下子就给我干拜了 那大爷说 孩子 筹好了 我这玩意 掉毛了像狗 长出毛是狮子 后来这个养狗啊 也不能赚钱 于是呢 我发现出租车挺赚钱 我会开车呀 我给别人卖手腕子就完了 我就租了一台出租车 嗯 那出租车也生意好 正在我开车的时候 我发现小笨 哎 他也不知道跟哪整台车 奔驰啊 敞篷车 人才能炫耀呢 到我边上开车账户 哥 开过的车吗 开过的车吗 我这出租车 跟你这车也比不了 我也没说话 我就过去了 不一会儿又给我撵住了 哥 开过的车吗 开过的车吗 我一心我这车也不好 别吱声了 我又过去了 不一会儿又给我追上了 哥 你开过的车吗 你开过的车吗 话音刚落 当 创书上了 下来我说 哎呀你炫耀 当时他下来 牙都创丢了 哭了 哥呀 你误会了 我问你 开过这车吗 我找不着刹车了 但是这个出租车呀 真的挺挣钱的 我开到第一天 第二第三天嘛 我大概一天平均收入的 二百多块钱 就在昨天嘛 我开车 我现在最后拉一单 晚上这都十点多了 拉一单之后 我就回去休息 第二天好背词 这才我开车的时候 我发现前面有个女孩 长头发 穿了一身红衣服 像普通人打车 这车是怎么打车呢 应该这样 但是这女的不对 她是这样的事 当时我就害怕了 你说你拉不拉吧 你不拉着他呢 你还心疼这钱 拉着他呢 我还有点害怕 回后我一咬牙一跺脚 拉 这女的坐后面了 我坐前面 我正开着车呢 我一看到车镜 这女的没了 我咔嚓一脚刹车 回头一看 这女的还给她坐着呢 我说别害怕宝宝 都是幻觉 拍着开着车 我一看到车镜 这女的又没了 我一脚刹车 回头一看 这女的还给她坐着呢 我说不害怕 这都是幻觉 我一看到车镜 这女的又没了 我咔嚓一脚刹车 回头一看 这女的还给她坐着呢 但是 这女的满脸是穴呀 我说我的天哪 我看见不干净的东西了 我刚要跑 这女的一把 就给我拽出来 你是个啥司机 你是个啥司机 我一系鞋带 你就踩刹车 我一系鞋带 你就踩刹车 你看这家把我给创的 所以呀 有了我的前车之鉴 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做什么事情 不要像我冲动 不经过思考 只要你有一个平常心 来思考任何问题 我认为任何误会 都不是误会 下面这个小品 它就发生了很多误会 大家看看 到底是咋回事儿吧 买娃娃 好看的大娃娃 厂家直销的娃娃哟 老公你回来了 咋的啦 没事 刚才让雨浇一下 行 雨没浇着你吧 没有 我在医院大厅 都雨来着 媳妇跟你说个事儿吧 老公 我也跟你说个事儿呗 说说你别激动啊 我化验结果出来了 那我说出来 你也别激动啊 我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那这样吧 咱俩一二三一块说吧 行 一二三 我还孕啦 我不能生 咋的 我不能生 可我怀孕啦 那我不能生 咋回的孕呢 不可能 你化验蛋拿来 我看看 快点快点 哪写不能生 哪有 那不写着呢吗 那受孕几率低 那不一样啊 老公你看啊 树云几率低 我都怀上了 这事儿得开心 给姐勒一个 勒一个 我保证不哭行吗 你干啥 哎呀妈呀 我赶紧问问大夫去吧 还是 这事儿你得好好问问 大雨还在下 我的心里好害怕 那雨都停了 你害怕啥呀 那头一回相亲 你不害怕呀 那不能害怕呀 哥跟你说 婚姻大事 你必须得重视 虽然说 哥掌力比你帅 但是咱爸抱孙的这个事 你先等一会儿 你刚才说啥 咱爸抱孙的 别别别上去上去 哥掌力比你帅 你这鬼故事讲的 是不是有点吓人呐 啥意思 你哪儿比我帅 哪儿不比你帅 来 比比 比比这个眼睛 比比仨俩这个嘴 再比比仨俩这个脸形 我长得碎妈了 所以说我出对象困难了 你相亲一定得冲动 争取纪念决的结婚 那面都没见过咋结婚呐 差一不二就得呗 今年结婚明年生娃娃 省得爸老催我 我还想多玩两年呢 我也想多玩两年 这么不懂事 你看看 这娃娃多可爱 你说我爸爸怀里 要抱上一个娃娃 她得多开心 喝点小酒 唱个小曲 风而轻 阿月而鸣 书也者 那来个女的 是不是她相亲的 加油一定成功 命令必须得成功 老弟一定得成功 听见没有 娃娃给人碰掉 别动 请问你干啥呢 请问您是给我介绍的对象 李小芳吗 谁是你对象啊 我叫沈巨虎 什么剑植虎 沈巨虎 那是姑娘名吗 我心审 巨蟹做疏虎 不行吗 那我认错人了 不好意思啊 告辞 站那儿 你刚刚给我 碰掉地下了 这是我哥碰的 不是我 这下雨天啊 地下全是你啊 你看看 大娃娃 哎呀 这脏的 把小娃娃都蹭脏了 怎么办吧 怎么办 行 大娃娃加小娃娃多少钱 我赔了 挺仗义啊 没办法 男人嘛 就是这么有担当 姑娘 虽然这件事情呢 它是个意外 但是你放心 我绝对会负责到底 停 老公你回来 大夫咋说的 大夫下班了 你先别说话 好了 我想问个事 你想对啥事负责 娃娃的事 对 老公 这娃娃吧 你别说话 你先别叫我老公 这娃娃这事没弄明白之前 我不一定是你老公 哥们 这事你承认是吧 有啥不承认呢 虽然是个意外 但是已经成事实了 咱得接受现实 男人嘛 我就说那彩票 没那么容易中 孙玉姆哥 你要坚强 一定要坚强啊 你别哭 哭你就输了 你只不得当 老公你干嘛呢 你别撒凌我 你干啥呀 你当外人面 你哭这样 你让面子往哪搁啊 你俩都黑黑黑黑黑 我面子往哪搁啊 不是那个大哥我问一下啊 你是他老公吧 咋的这事 哎哎哎 这事还不明显吗 这事 别激动 好不好 我问你啊 发生这个意外的时候 你在场吗 咋的呀 咋的呀 这事我还得关门 是咋的呀 再说那我要在的话 你敢吗 他不是敢与不敢的问题 既然你不在现场 你就别老跟着瞎叫唬 这是我俩之间的事 与你有什么关系 与你 你别老公我鼻鼻哗哗的啊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就是打不过 你要我非弄死你 你知道吗 那多大个事 你还要弄死我呢 不 你想弄还弄多大事 老公 你先冷静一下啊 我能冷静了吗 哎呀那 你也得先让我俩啊 把事情解决了 对呀 哎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都我俩了是吗 哎呀 真快呀你俩 你来解决吧 我不管了 你说吧 怎么解决我 哎一百块钱吧 赶紧 一百块钱行啊 大妈 一百块钱就行了 一百块钱可以摆平了啊 那一百块钱它能摆平吗 那我再加一百行吗 咋的呀 大妈也没干呢这是啊 啊 我跟你说 行 这事咱就算了好不好 那你说造成的后果怎么办 那一百块钱就是为了摆平后果的好吗 那娃娃咱不要她抱走 必须抱走 抱走 不是我的娃娃 我能要吗 大哥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特别没有面子 就这事搁你身上你有面子是吧 我给你道个歉 对不起就完了 那你可别的 这事道歉它有用吗 那我再加五十 大的小的我都领走 你都闭上 你太不右脸了 你太不右脸了 你是大的小的 你一个你也不给我留啊 你啊 老公行了啊 一百块钱可以摆平了啊 咱不能讹人听着没 不能讹人 你撒 你俩这是讹我 我看明白了 我今天就多余穿着色出来 你俩太伤我 不是 那个大哥啊 别别别 其实吧 我也特别特别倒霉 你还倒霉 真的 我就碰了一下这意外就发生了 其实发生这个意外的概率 特别特别低 咋的 别动手啊 买这贼呢 干啥呀 你干啥 我概率低的是他打直到的 什么都 你是不是看我画一包包 你想哪的 我看什么画一包包啊 今天你不用拉着我 你靠边 今天我就弄死你 你干啥呀 不是 这是你干啥呀 等等 从哪拿给我放哪去 快 我都放这了 是吧 你还敢教育人 你看 这话呢 你要不要 兄弟 刚才这个事 我全听明白了 我愿你 你看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问你去 你 过来 爸是怎么教育咱们的 让咱们好好学习 偏天向上 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对 你瞅瞅你干那个事 你都会勾业人家家庭了 你还会破坏人家家庭了 我破坏谁家庭了 你那姑娘几个月了 啥玩意 几个月我不认识他 你还不认识 姑娘啊 你叫 沈巨虎 沈巨虎 哎呦我的妈 你还说我不认识 他刚才自己说 他姓沈巨蟹做属虎的 十二生肖都给你扣了 鞭 鞭 你是真能鞭哪 哎呦妈 我的脸往哪放 有个地方我都能钻进去 以后我不是你哥 我不认识你 不要 你好意思吗你啊 这事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吗 我现在是替你负这个责 哎呦我的妈妈 没想到这铃链又整出了一个 哎呦我的妈 我拉到我 大哥大哥大哥 哎哎哎 你干啥呀 你听我跟你说啊 啊 这个事全是我哥的责任 你有什么事 你冲他你别冲我 我 媳妇这不是真的吗 哎是他就他就他就他 你看看你 哎呀 我这还巴巴化验呢 哎呀 哎呀 哎呀我这人生啊 哎 哎 兄弟 你哥怎么有点蒙圈了呢 你蒙啥圈呢 刚才你走得及 把娃娃碰掉了 大小娃娃加一块人 姑娘让我赔他一百块钱 这老公上来就跟着搅和呀 这么回事啊 你以为呢 那不至于这么激动啊 谁说不是呢 刚才说什么 我怎么偷看的化验报告呢 妈呀化验蛋 他不会以为这孩子 是我跟你的吧 呸美的你 别美了 那兄弟丑的西眼小朋友出点啥事 追过去看看 快去 妈呀 那个大哥呀 你不要跟你说啊 那个这个事哥哥负责 亏美的你 老公 误会 我说这娃娃我负责 哎呀这事闹的呀 好 好 好 崔大顿江郎才进 压力山大当场标类 我压力太大了 下棋脱口秀的词儿 我一句都没想着 压力大 一个蛋糕惹的祸 孙海洋李超群哭笑不得 道理解释就是演示 演示就是事情 事实在编目 过日重夹有个小伙 我再年把你的蛋糕坏的臭了 马上告诉我那份新的 不让的话就投诉你 罢了 到底啥叫人生游戏 大胆给你跪地演绎 老板你就 哎 你大胆我都哭了 你走了我就失业了老板 一 大哥 二 我错了 大哥 更多精彩 近在九月二十日晚九点十分 家庭欢乐秀特别节目 欢乐东北风 暴笑来袭 给你好看 看视频还用上网吗 集市云电视电视看视频 互联网视频全包容 院线大片随便看 云电视加光宽带 完美 想请咨询集市传媒各大名言听 突然点重 就是 最后介绍一下 我还是那个喜剧演员 摧 翠哥 干嘛 arranwork 摧 看着 最后介绍一下 我能那么使劲穿你吗 我多么爱你哥 跟你有力的 就假如啊 我说假如 假如有一天你死了 我会爬山涉水 克服一切困难 找到月光宝盒 我要让时光倒流 对不起老弟 哥刚才误会你了 你说你找到时光宝盒 说时光倒流 那你准备咋救我呢 哥你误会了 我就想再看你一遍死的过程 下点 哥 哥 别跟他一样了 之所以你天天批评我俩 那是对我俩有误会 不了解我俩 等你真正了解我俩之后 你都得打我俩 看没看见 看没看见 就他俩要气谁 都能把人气死 就因为他俩天天气我 给我嗓子都给气感冒了 而且你俩这么气我应该吗 你俩这么气我应该吗 咋了 小的时候没有我哪有你俩 我们三个小时候就在一起生活 父母出去打工 我照顾他俩的衣食起居 小的时候我家里特别的穷 我家的房子是平房 但是没棚 四根凉坨 四根木头凉坨 一场大雨下来之后 你别说 那凉坨上长蘑菇了 你想想 七八天我们没吃饭 那看见蘑菇 那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我把蘑菇都摘下来了 摘下这么大一盆 我刚要吃 小宝说的 哥哥呀哥哥 哥哥呀哥哥 好像蘑菇不能瞎吃哎 我把老师说了 整不好得中毒 我说没事 你俩出去抓一只小老鼠 让老鼠吃饭了 看看咋回事 抓了一只老鼠 老鼠吃了几口 一看看了二十分钟 老鼠没事 我说去吧 你俩出去玩去吧 我把门就锁上了 半盆蘑菇 都让我给吃了 刚吃完小笨的 连哭带嚎跑屋来了 大哥不好了 老鼠死了 你们想一想 我吃了这么大一盆 老鼠吃了两口 老鼠都死了 我说咋办 抠 吐吧 从早上六点 我吐到晚上六点 我说老弟 哥没事了 基本上都吐干净了 那老鼠死的是不是老惨了 是不是蹊跷流血 我老弟说 那个死的老惨了 一出门就让车给压死了 太坑人了 你看你这人呢 老弟 我想问问你 啥样 这个老鼠死跟蘑菇有关系吗 你这人呢 那你误会了 你怨我 你可别说了 就因为这个事啊 嗓子给我气点 都肿了 我就上医院找大夫 我说大夫啊 你看我这个嗓子疼 咋办呢 大夫说没事 吃点消炎药 平时少抽烟 一天只能抽两颗 我说行 过了一个月 我发现我这个嗓子 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我又去找了一个大夫 我说大夫啊 你看看这咋还没好呢 说你找我吩咐做了吗 我说是啊 吃消炎药抽两颗烟 那你平时抽多少烟呢 我说平时我不抽烟呢 后老大夫说 对不起啊先生 发生是我误诊了 对不起 我给你开点别的药 经过了半个月 我这嗓子才好 现在我一回想 为什么我半个月才好 是因为我身边 没有爱人 没有能照顾我的人 如果有人照顾我的话 我能这么慢 好得这么慢吗 于是 我准备要找个大师算一算 找到了一个大师 一个小挂棚 一个小四方桌 坐那一个老爷子 哎呀 那长得是道鼓心风啊 边上搁一个挂圈筒 我上去二话没说 拿起挂圈筒就一顿摇 摇一地 我说大师 快看看我的姻缘 什么时候能到来 当时那大师急了 孩子你是不是瞎呀 我这是早餐摊 你把我这方便快的给我撒一地 你啥意思 我说对不起大哥 那时候我误会了 不过我认为爱情啊 不能靠一些封建迷信来推算 爱情要来的时候 必定要来 挡都挡不住 后来就遇到了 我最喜欢的那个人 嗯 天牛 你看我媳妇 安德拉 天牛 那对我是真好 每天吃饭都翻牌 说女人呢 说怎么能保住这个男人 其实啊 有句话说得好吗 说想酸住这个男人呢 你就得先酸住他的心 酸住他的心的同时呢 主要你是酸住他的胃 我记得有一次 我媳妇拿个拖牌 老公翻牌 我这一翻 哎呦我的天哪啊 香菇炖鸡 葱烧排骨 西红柿牛腩 还有个红烧牛肉 我说这四个菜太硬了 媳妇 这四个菜你都做 只要你能做出来 我就能吃 我连盘子都能吃 啊不一会儿 我媳妇给我端来四桶方便面 我说媳妇 你咋不给我来个老弹酸菜的呢 我媳妇早下来说一句 别忘了啊 把桶也吃了 当时我就急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吃你做的饭了 不要吃了 当时我媳妇就哭了 我感觉不对 因为做饭这些小事 我不应该跟我媳妇喊 我说媳妇对不起 对不起我错了 一会儿我下楼给你买两件衣服 给你赔礼道歉 我这一下楼 她说我这点也高 遇住一个店 这个店卖啥太便宜了 彪皮60 皮卡克30 所有衣服裤子10块 我说我天哪 我说这个便宜啊 我扔了200块钱 我抱一抱就跑了 我边跑啊 后边的老板娘就边追我 我说大姐你别追我了 剩下的钱不用着了 大姐是这么说的 你给我站住 你是不是瞎呀 我这是洗衣店 后来呀 这衣服也没买成 还造出这些不好的事 被我媳妇指了 我媳妇彻底的爆发了 我俩呀就轻微的发生点 那个肢体摩擦 第二天邻居就敲我们家门 说你家能不能和谐一点 怎么老打架呢 我媳妇就说了 对不起大哥给你带来了困扰 我向你赔礼道歉 以后不能了啊 说啥玩不能了 以后吵架那就小歹声 长出这么大动静 我媳妇说没有啥动静啊 我就扔了一件大衣 不可能扔大衣能有那么大动静吗 我说大哥 别跟我媳妇叫 我在大衣里呢 所以呀其实邻居之间呢 有时候也会发生误会和不理解 只要你及时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些问题 它都不是问题 接下来这个小品呢 就是邻居与邻居之间发生的误会 看看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好 好 崔大顿江郎才进 压力山大当场标类 我压力太大了 下棋脱口秀的词儿 我一句都没想着 压力大了 一个蛋糕惹的祸 孙海洋李超群哭笑不得 到底啥叫人生游戏 大胆给你跪地演绎 大胆你走了我就失业了老板 走了 一 大哥 二 我错了你大哥 更多精彩 现在九月二十日晚九点十分 家庭欢乐秀特别节目 欢乐东北风 暴笑来袭 给你好看 喂 我是老猪啊 咋的 你家下嘴堵了 那行 你等着我马上就到啊 哎 好嘞 马上就到 老能 老能 咱就是一个老能 哎呀 清晨起来 空气好 唱歌练嗓要起早 为啥唱歌要起早呢 早上好 哎呀 我呀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谁呢 我是我们家专业家庭主夫 兼保姆员 下面有请我家著名唱歌表演艺术家 我老婆闪亮登场 哈哈 看这范儿 贼族 哎呦 哎呦 你唱 高原 你能不能别这么闪我 我要不好 啥意思啊 感情这句我唱不上去呗 结婚这么多年没听过就 两个女孩 硬 拿压梭 那就是清脏 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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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败家老爷们他还睡着了 心多大 我让你睡 我让你不要 不要你睡啊 老公 上去做噩梦了 哎 你是不是打我了 没 能做噩梦吧 我做啥噩梦我还没睡着呢 没睡着呢 你没听着对面好吗 不跟我好醒的吗 你快点想想办法呀 我哪有啥办法呀 你也唱呗 我会唱嘛 咋不会呢 忘了 当年你追我那前 啊 也唱出那三个字 打开了我妇女的心扉一样 拿出你当年没修没少的精神 为我唱出那三个字吧 哎呦 我不好意思唱啊 来呀来呀 唱一遍呢 那我真唱了 唱 嗯 烧婆娜 啊就是这个味道 烧酒瓶的伊拉罐 啊就是这个味道 我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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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 收破了 长大后我就会 收破了 长大后我就会收破了 这一遍呢 你从这一带出现 那他们给我搅过了 媳妇 哎 媳妇 你那边是不是停了 停了 你接着唱个 唱 唱 你说我唱哪一个 鲁冰花 天上的星星 才没斗啊 天上的星星 才没斗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叫我没事 哈哈哈 天上的星星 才没斗啊 哈哈哈 一起唱 一起唱 天上的星星 才没斗啊 哈哈哈 嘿嘿嘿嘿 嘿啥嘿呀 挺好的星星在那边搅和都参美斗去了 没事老公我去找他们去 这啥 太传人了 干啥呀这事要啊 这一天天 老公 啊 你过来来 咋的了 这垃圾是 你是咱们扔的吗 不是咱家垃圾还没扔呢 那你不用行的 肯定对门干的 多烦人啊 早上不让我睡觉 然后垃圾扔到咱们门口了 给他扔过去 哎哎 媳妇 干啥呀 还放着干 一会儿我扔就完了呗 干啥呀 你扔啥呀 累我们家老爷们呢 自己家没有老爷们是不是 哎 怎么走 老伴 嗯 他把你说没了 他说的不准 没事 你怎么这么熟 你去瞅瞅去啊 太扯了 瞅啥 快点点 老这样是 啊那啥 没事媳妇 就就一个垃圾 一会儿我扔了就完事啊 坐下 嗯 嗯 我让你放下 没让你跪下 那个我咋我听错了 嗯 哎呀 上门上来 说谁呢 别别别 谁家没有老爷们啊 这不是老爷们是个傻玩意儿 傻玩意儿 哎呀 好像你我没有优势的 你给我上 哎呀 别别别 这是上 干啥啊 我 上 这是上 上 你 上 下 下 下 你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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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啥 哦 你咋的 你再瞅一眼试试 我都瞅你两眼了 我能给你瞅我第三眼试试 你这上一瓶啥如噶的啊 昨天噶的是不是可自然了 我都没看出来 我才花六百块钱 师傅那你干干我呗 加微信 发地址吧 行行行行 干啥呢 呀呀呀 又不是我喊的你跪啥呀 哎呀我都听穿台子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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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呀我这妈呀哈哈哈 这家家人太严了 敢信金全了 这家 这老爷们要你当的 我这 哈哈哈哈 说啥呢 差不多就行了 啥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行了呗 这么多年的功夫百练了 来 哎呀妈呀 给他们晾晾你的功夫 哎呀哎呀媳妇敢这样的 你别动不动就让我晾功夫 来呀来一遍呢 来呀来呀来一遍 走啊 哎呀我天哪妈呀 哎呀 媳妇啊这烧热吧 这个什么事情都用了 嚴不是说CUDA 生育就要不吃 你妈呀能不吃 na 那荭豆腚酸菜 已经挺呗 哎呦哎呀这妈呀 能挺住不 还能挺一会儿 来呀来呀全上去呀 我走一 哎呀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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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媳妇啊这家变烧鸡了这家伙 说我们这是溜达急 哎呀来呀走起来呀 走起来 走 哎呀哎呀停 停 停 干啥呢 跑我们家下袋来啦 回家 哎哎哎哎哎 干啥呢你 干啥呢 都是给我他扒了放盖的嘛 告诉你啊 你们两口子 从此以后 被跟我们两口子嘚瑟 咋的 这也是嘚瑟的话 被说我今天我 这啥 别别别 我个 挨个哪里挨哪里 这 这就是你们两口子的下场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我这下 好像我不会 启啊 哎呦我的天 咋的 怎么的了这是啊 跟我练你是不是 那啥 我今天我 哎呀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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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打打你一下吧 哎呀 你干啥呀 哎呀那啥 老头子 嗯 最后一招 咋的 大腿里子给我露出来 别别别 得了 先生 上次呢 还得自嘎的 还没吹呢 啥意思啊 结婚场地了啊 哎 不是 干啥呀 干啥来了 弟妹 哎哎 干啥来了 弟妹那啥呢 咋的 你给我等着 不是 哎呀 你给我等着 懒得点啊 兄弟 哎呀 兄弟这位太吓人了 这是 大哥呀 我说他俩要动真假的事了 这是 这嘛 害怕啊 你这 那咋的啊 干呀 你这不是那个 这是 谁家没有啊 哎呦我的妈呀 你家那比我家都大 咋的啊 哎呀 不过了 我傻了 有啥可过了 哎呀 哎呀 我的妈呀 我 不过了 哎呀呀 这杂肉人呢 主力秀社 你干什么玩意儿 这 哎呀 还太吓了 我还玩 还说 关头了 哎呀我的妈呀 我看这是啥就完了 就完了 我打手来 快点 快点 大哥 嗯 这是我喝的酒瓶子 你这个我瞎 兄弟 我们家把板砖都愣出来 我我感觉是不是把灶台都拆了 大哥呀 这是茶厂没什么 我再拆一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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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啥呀 这是 不是 你看你两家这哪还干起来的 哎呀 那个 叔你来的这好啊 啊 有没有这么当邻居的啊 你说早上五点半就开好 谁能受得了 媳妇啊 我平时理 媳妇 那咱家不也好了吗 对 是他们先好的吗 哎 你们家是把垃圾 弄不家闹口了呢 对 谁告诉你是我狼狼的 不是你们两的 他讲腿胖了的 对 就是你们家 我跟谁 老叔大哥呀 你敢给我表表礼吗 对对对 你不揍他 你们哪都误会了 哎 这个垃圾啊 不是你们家闹的 也不是你们家闹的 谁闹的 是我垃圾的 哎呦我妈呀 咋的事啊 他是这么回事 这早上起来 我不出去 扔垃圾去了吗 突然就来个电话 你这 咋的 下水被修好 溜漏了 你说你家这下水 咋老漏的 你说你咋的 我马上就到 你看 溜垃圾的 又差点 又差点的 行了 那我走了啊 那是这么回事啊 哎呀 媳妇啊 你看我就说吧 这垃圾不是人家扔的 同样 刚大 你看 大哥大嫂啊 没事 感觉我媳妇做得有点过分了 没关系 这段道歉啊 对不住啊 干啥吧 您都道歉了 你还瞎啊 你给我个台阶 我给人家道歉 就不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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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就对着手了 对啊 大兄弟啊 嗯 大妹子 那个姐太扰民了 从今以后 我一声都不唱了 不行 啊 必须得唱 嗯 一呢 我还挺 二吧 你不唱我早上起不来 对不对 你还真得唱 你要不唱吗 他想闹钟都起不来 所以你必须得接着他 对 你唱 咱大伙一块唱呗 好啊 大大大大大大大 你你你你你你那点儿谁啊 都是些鸡马蒜天啊 嗯 虽然偶尔半点儿醉啊 这些都不算问题啊 你我爱很清啊 不如清人啊 哎呦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 何学社会对门啊 哎呦呦呦呦 何学社会一天人啊 哎哎哎哎 拉起来呀 哎哎哎哎哎 有时候我们要责怪误会 让人措手不及 有时候我们要感谢误会 让人看见了真情 其实误会就是生活 给我们开了一个小玩笑 就像咖啡一样 第一口尝到的是苦涩 细细品味后定是甘甜 不然怎么有个词叫做 美丽的误会呢 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段子吧 杭州网友不油腻 周年难发来段子说 今天压力很大 一直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扼住了喉咙 让呼吸困难 脖子后面啊 老有风 早上去了趟医院 医生认真检查之后 在病历本上写道 秋衣穿法 我觉得吧 你这种压力 应该把秋衣穿正之后 再看看我们 欢乐东北风 给您解解压 当然呢 感谢您的参与 一份吉林卫视 送出的大奖 还是要送到您的手上 就像刚才网友 发来的段子啊 就不仅让人想到 生活当中有很多人 都承受着不少的压力 不过这压力变动力 也就成了我们的 创作灵感 那咱们下一期 就一起来聊一聊压力 讲不完的段子 抖不完的包袱 尽在欢乐东北风 欢乐东北风 我们下周四晚 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观看更多节目短视频 和爆笑花絮 可收看周一至周五 每晚6点05分 情动时分 或关注金灵网络 广播电视台 登陆腾讯视频 今日头条西瓜视频 搜索欢乐东北风 或下载吉时通APP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